有群組爆發的慈雲山中心和街市 關閉兩天清潔消毒 有專家認為商場和街市都要控制人流 又說新一波的疫情較多年老患者 建議醫管局改建部分病房 隔壁有病徵的病人 曾永山報導 疫情重災區多個確診者度過的慈雲山中心 有工人忙著清潔 商場門口鎖了鐵鏈 大門貼友通告說關閉兩天做消毒 商場外面的店鋪亦都暫停營業 有員工在店內收拾東西做清潔 慈雲山街市不開 有居民就改到對面街駕駛超市買菜 傳染病專家梁子超認為 商場和街市要加強控制人流 建議大型篩檢應該優先針對九龍東的居民 他又說新一波疫情較多年老的患者 建議醫管局改建部分病房 隔壁有病徵的病人 將部分病房改造一些觀察病房 讓病人可以有病徵的 或是由高危地方來的 等著篩檢那些 先進入這些地方 然後到他們的篩檢陰性的時候 然後再分配給一些平常病房 他又說如果社區人流還未能有效減低 政府要考慮進一步收緊防疫措施 有線電視機蔣宗永三報導 一掌掌握有線新聞